第一局打的时候 打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速度 其实一直在他的节奏里 然后自己有些时候还是 有点 有点着急去进攻了吧 总是因为他的球有些球都不到位 但是他不到位的时候 因为他防守会比较 集中一点所以我如果去强攻的话 也不是我自己的特长 然后自己但是又在半场的时候又想去攻 所以造成了一些失误也好 然后被打反击 对就是还是比较不上 后面还是通过耐心嘛 拉开以后再去打赛 效果会比较好 这一届那个女单 杨宝克奇退赛了嘛 然后戴姐刚刚也输了 就是可能跟以前我们所看到公开赛的 这个形式很不一样 你怎么看这一次女单的这个竞争 我觉得也很正常 输赢其实都很正常 你看像小戴姐刚刚输了的那个大哭彩 其实我团体赛的时候也打得非常焦灼 其实他 我们还抽进去医院了 对我知道我知道 确实 而且他现在能马上调整过来 然后我觉得就是 现在因为整体实力水平都很高 而且这次也没有什么风 然后球也比较慢 所以其实就是看硬实力吧 我觉得 然后跟看谁储备的更好吧 但是山口受伤其实有一些可惜吧 但是 但是也没有办法 就是 还是 每个人我觉得都得先保护好自己吧 其实 虽然说他输了 我可能少了一个强力的对手 但是其实 我也不是很希望 就是我的对手们去受伤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 有一个好的身体 然后去在场上去互相学习 我觉得这就是 竞技体育的魅力吧 对 他们一直说我们四个 我们四个其实 我们都有可能会输给其他人 我觉得现在整体女单的竞争确实很强 虽然说可能现在安行的状态会更好一点 实力会可能整体的稳 更稳定一些 然后实力也会比我觉得 会比我们突出一些吧 但是我觉得 尝试竞技体育其实不好说 就是 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啊 或者是 像山口其实受伤也很可惜 但是我觉得 做好自己吧 一场场去打 你看今天我也打了三局 其实 其实 虽然说我们排名高吧 但是我觉得 很正常 输赢 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吧 都打了团体 其实 然后虽然可能有些对手会 相对弱势一点 因为会有一些小国家的对手 但是我觉得 不要太去在意这方面吧 你越想这个 其实你会感觉越累 我觉得还是积极一点 然后调整自己的心态 积极去面对吧 不管是谁 就是做好每一天 然后好好休息 好好回复 累肯定是累的 身体上其实反应也会比较大 对 但是还是积极一点 我觉得积极一点的话 会相对会好一些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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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